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次是作为万金亚洲节的荣誉赞助商 因为今年也是加拿大的韩国年 是纪念韩国和加拿大建交的一个非常喜庆的一个年份 所以我们就把很多的韩国元素 包括K-pop 还有Korean Tongue 这些我们都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了解和引入 所以我们带进这个Taste of Asia很多元素 包括K-pop 然后包括Korean Tongue 然后从我们Gallaria的各种小吃各种美食 然后还有把其他韩国社区里面的 从这个fashion 然后到这个化妆品 还有其他的美食都已经引入到了亚洲美食节当中 所以说其实不只是一个美食的活动 而包含了很多其他的像一些演出 还有一些各方面的韩国的文化之类的一些推广 对 没错 所以这个亚洲美食节已经做了到今年为止是第十一届了 可以说每一次都是盛况空前 那么来的这个 来这边就是吃美食啊 或者来看节目的人呢 每次都是 每一届都是超过了十万以上 十万人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很开心 就是作为韩国社区的代表 或者说美食界的一个超市的一个代表吧 也参与到这次的盛夏的这个美食活动当中 那大概有多少个展位呢 我看这个非常多的展位 对 我们Gallaria大概占了有四个展位 其中呢就带了我们很多在超市当天新鲜制作的小食品 包括像大米饼啊 然后烤紫菜啊 还有我们现场呢给大家品尝这个泡菜 还有鱼饼热狗等等这些好吃的东西 韩国特色的一些美食 没错 那在我们店内呢 当然你也可以吃到更多的更新鲜的韩国美食 包括我们的美食厨房 每天新做的各种可能在韩国餐馆 能够吃到我们那边也都有的各种好吃的东西 而且非常新鲜 就是现做的 对 现点现做的也有很多 我相信肯定是卖的也是非常的快 然后对 真是韩国的美食是非常的具有代表性的 对 而且也比较适合我们华人顾客的口味 对 对 对 口味很适合亚洲人 那我相信亚洲美食节这活动 刚才大家也看了视频 就是非常的热闹啊 就是盛况 就是能感觉到 这个这次活动肯定是带来了很多的机会 然后也让大家了解到韩国的美食 对 通过这些美食节呢 可以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 一个平台 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超市 我们有两个分店 然后我们营业时间 一个呢是到夜里12点 另外一个呢是全天无休的这样的这样一个营业时间 所以很多人呢他们都很关心 他尝了之后可能会很喜欢吃 问问我到哪边去买啊 所以呢他们能够了解到更多我们的信息 更有信心来到我们韩国超市购物 我听说就是包括韩国的一些明星 都给这次亚洲美食活动 就是来送来了很多的祝福 是 是 是 因为也是因为我们挑头来做这个韩国的Coreen Town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文化的演出当中呢 也融入一些韩国的文化 因为韩流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潮流 所以呢也为了响应更多年轻人的喜爱吧 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和农兴集团携手 然后来赞助了一个大概有两个小时的晚间的活动 其中呢有一个K-pop的一个contest 所以很多K-pop的这个potential hopeful 就有可能会往这个方面发展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参与到这个竞赛当中 另外呢还有呢我们当现场的放了很多录像 就是我们为了这个节目特别制作的 让一些韩国比较有名的知名的明星 为这个亚洲美食节送来的一些祝福和祝愿 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然后我相信参加活动的朋友一定是 不仅是大薄眼福也不仅是大薄口福也同时是大薄了眼福 那就是我相信如果今年没有参加 没有参加亚洲美食节的朋友呢 明年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 那侯蓬蓬女士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就是您可能观众朋友们也有印象 就是侯蓬蓬女士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也曾经来到过我们的节目 然后当时给大家分享了很多超市一些新的一些套装啊 然后一些活动那您就是尤其是烧烤这个 对我我是非常的感兴趣 您可以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没错你记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的这个韩国的烧烤套装呢 当时是在四月份五月份推出的 因为呢就是为了应接这个夏季的烧烤季 来准备的这样一个一个package 那么现在就是夏季的正火热的时候 也是我们这个产品呢正在就特别热卖的时候 对夏天烧烤非常好 没错没错 那我们的这个牛仔骨 就是我们是把这个牛仔骨分成五磅十磅或者是十五磅 那么根据大家不同的选择 有各种不同的这个package 我们把它事先腌制好了之后呢 把它放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 还有其他的这些一些产品放在一起作为一个package 那么很方便大家就直接拿到公园里 或者在家里的后院进行烧烤了 那这个package呢实际上是我们最早推出的 那么包括所有的这个marinate这个腌制的酱汁啊 然后这个过程啊等等 应该说是最原装正版的 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就是粉丝 他们很多 对很多人从北边东边西边 开车很久过来买这个套装 所以还是真的是很popular的一个产品 也是很有心意 也是为大家想到了很多 然后怎么样让大家的出行更加的便捷 对 我觉得很有心意 没错 除此之外呢 我们为了肖夏呢 还特别推出了很多特价和一些新鲜的ideas 包括比如说我们其实一直在卖的 有一些韩式的这个咖啡的速溶咖啡的套装 还有呢我们的这叫做韩式的serial tea的一些套装 这些呢在夏季呢可以把它变成冻饮 又喝起来很方便 而且呢也可以补充各种微量元素 没错 对 这是其中一个 另外呢像我们还推出了一个就是在海鲜这方面 因为大家也会很喜欢吃这个大闸蟹呀 或者是温哥华蟹呀 然后喝龙虾 那这些呢我们知道夏天大家喜欢比较清淡的口味 那么清蒸呢可能是最适宜的 所以我们也推出了代客清蒸这样一个服务 代客清蒸 代客清蒸 就是人家点了以后可以直接 现场制作 现场制作 30分钟之后呢你就可以取货了 回家就可以大块多一像你说的 对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这种小银鱼 因为不论是做成小菜还是熬制成汤 这个小银鱼呢含有真的非常多的钙质和微量元素 然后还有盐分 可以补充夏季呢 大家因为出汗那么流逝这种盐分 对 所以喝一碗这个汤或者它做的小菜呢也是很合时宜的 汤品也是夏季的传统美食 对对对 那么我们推出了很多这个夏天大家喜爱的食品 另外呢我们还会在夏天可能还会做一两个活动 比如说就是大家可以进来买生蠔啊 我们现场给你开壳啊 然后做这个生蠔挤上各种两种不同的汁 可以现场呢就是吃这种很新鲜很冰凉又很营养的东西 说的我都是有一点感觉饿了 我还听说就是我们超市现在为了儿童 现在专门定制了一些商品 然后针对这些暑期的儿童在家玩的一些东西 对那么暑期的儿童呢可能也会就是喜欢买一些这个玩具啊 可以就是对从学业当中有一些时间 多做一些这个很快乐很饭的事情啊 所以我们从韩国呢特别进口了一些 就是现在韩国也很热卖的一些玩具 对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小朋友感兴趣的话呢 喜欢一些韩国的玩具可以到我们超市选购 这是为观众朋友们提供了很多的服务 还有很多的选择 然后就是合家欢乐的这种概念 真的是融入到了企业的文化里面 对谢谢你 然后今天非常感谢您的到来啊 然后给观众朋友们分享了这么多有用的信息 观众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屏幕下方 打出的一些加勒会超市的网站和电话 然后还有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 来了解一些超市最新的推广活动 那再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面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继续活在五点 谢谢